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 珍世英小师大 翁姓 陈姓 灵姓等三位取得高雄市海宝局机车排气检验许可的业者 在代验机车排气检测时为使客户顺利过关 检测摄影A车车排排气检测却插入B车排气管偷天换日 虽然只被查获方三部机车舞弊赚了240元 但高雄地院仍以利用职务诈裁罪 将翁南判刑两年 陈 灵各 太一年10月 接缓刑五年 判决指出翁姓男子在林亚区经营机车公司 取得机车排气检验许可证 并受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委托从事机车排气至检验 陈 南则系受顾翁南从事机车排气检测代验工作 令 林南则在前镇区经营机车行 也取得高市淮宝局委托代验机车排气检测许可 每辆机车排放检测可向淮宝局领取80元代验费用 未料,环保局发现去年5月24日、6月6日 先后在沉浸男子和灵性女子的二行程机车检测排气时 摄影镜头拍摄成零的机车车牌 排气检测却插入另一部机车排气管的方式 做手脚偷天换日过关 无独有偶 前镇区的灵性机车排气检测代验业者 也被查出在同年6月1日以同样手法 邦皇性机车车主武币区委登在通过排气检测 环保局为此向高雄地检署告发上开代验业者 涉嫌违反贪污制罪条例 遭检方起诉 高雄地院审理时 涉案翁 陈 灵等人都坦诚是一时失虑 为服务客户比例机车行之口碑 以历日后机车销售业务 才以不乏手段对环保署诈领代验费 但法官省卓二家业者诈欺所得金额各仅160元及80元 犯罪情节轻微解散 最后坦诚犯刑并积极配合调查犯后态度良好 并以返款全部所得款项等情状 随依共同受公务机关委托承办公务之人 利用植物上知机会诈取财务罪将汪南等三人分除两年 一年十月不等行度 但皆换新五年可上诉